如果藍白不合的話,棄藍保白有那麼容易嗎? 我在想大家都想要棄保到最後都不會成功 而且我必須講一個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像這一刻感覺到我們藍軍的士氣這麼高亢 也沒有看到這麼多的支持群眾開始回歸開始聚攏 現在的國民黨內的應該這樣講是眾志成成的感覺 這可能是我們離成功最接近的一刻 那麼潰散的人心也逐漸的這種回流 所以我覺得要棄保那基本上是圓目求疑,想都不要想 因為我們想棄他們,他們想棄我們到最後就是被選民一起棄掉 這只有一個可能就是被選民一起放棄 不會有人能夠從棄保天真的覺得說棄保有可能成功 想都不要想不會發生的事情 早上柯正營是黃珊珊出來就是開記者會 不過他是這個主戰派會不會覺得這等同就是破局? 我在想這個黃女士如果還記得他過去這位長官宋楚瑜先生 如果他還心裡面還記得這位老長官的話 那這位老長官宋楚瑜先生曾經講過一句名言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他現在有了新的老闆之後也能想想看過去的長官對他的提拔跟扶持 以及教導他的很多做人重要的道理 好嗎?謝謝 我看之前上禮拜柯正營最後 應該說最後公布那個民調是對柯侯會有利 但是現在被抓包說這個團隊在公布民調之前有去公布辦來開會 那我還覺得說其實柯正營他們一直說他們沒有去自己做民調 但是明明這些對他有利的民調其實都是跟他有關的 所以就我所了解國民黨所推動的所有的民調 基本上都是透過公立第三方的媒體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們自己的內部的民調也拿出來給大家檢視 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一些所謂附屬團體 可能國民黨也沒這個經費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透過這個一些比較特殊的方式來運作 產生的這樣的民調我們基本上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跟我們國民黨這個現在的這個方向是不符合 我們都是透過公正第三方的媒體的民調來作為判斷的基礎 如果真的萬一國民選也有傳說就是國民黨已經準備好 全面開戰的準備了 然後未來會想首要的目標是放在民眾黨身上 然後現在恐怖辦來的之前 我在想我們首要目標從頭到尾都是民進黨 因為這個我們跟民眾黨搶第二名 這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 就好像這個NBA比賽你會記得四年前第二名是誰嗎 沒有人會記得第二名是誰 在總統大選就跟NBA MLB比賽一樣 只有第一名最重要 所以我們的目標從頭開始就是針對民進黨 我們就是要把民進黨替換下來 所以我們不會把這個目標爭取再搶第二名 這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副主席因為外界還是很關心藍白河 柯主席昨天講說統計一次 統計第二次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會不會覺得說藍白河還要繼續談下去嗎 我在想就是說侯友宜市長其實已經做了極度的忍讓跟退讓 為了台灣這塊土地跟台灣的人民 他甚至願意說透過一個社會上大眾普遍能夠理解 而且比較客觀的方式再由民調專家來決定輸贏 他甚至侯市長也說如果民調專家審視的結果是 這個應該是由他來擔任副的那他也願意接受 我想這已經是一個為了台灣人民為了台灣願意退讓的最大的一個極限了 那我希望這個柯先生還是能夠以天下昌生為念 不要錯失了啟動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這樣的契機 而且我也想請柯先生想想看 他是否能夠想像一個由民進黨新潮流系完全掌控 完全蠶食精吞 完全吞咽掉的這個台灣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悲慘的狀況 我希望這個侯先生能夠 我希望這個柯先生能夠跟侯市長共同作為歷史的開創者 面對歷史這個關鍵的時刻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相信這個大家合作一定贏 一定贏百分之百一定贏 既然有贏的方法就不要再去想會失敗的做法 我想這不符合百分之六十民眾的期待 臉部副先生知道中場會引起到什麼時空嗎 那這樣算不算說黨中央也在對藍白核勢出最大勝 我想從Day1就是第一天開始我們對於與其他在野黨合作 我們就抱持了很大的善意 我們沒有口出惡言 也沒有就是說改變我們的立場 我們也一直嘗試用各種方法 能夠兼顧到這個其他在野黨的這個 這些政治領袖的需要 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一些想法 我們儘量做到能夠容忍讓步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那最重要的緣故是因為我們是為了台灣才這樣做 否則沒有人會這樣子要忍辱負重也沒有人需要這樣委屈 我們願意這樣做完全就是為了這塊土地的未來 我想這一段的苦心 不管是中場會的延期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做法都是為了台灣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柯主席那你會不會覺得說柯文哲他自己的文約背信 願意不服氣 而且你們當初人共促成來埋行 估計他就是這樣子的態度 翻出一個態度 會覺得有點隱憾 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我想問柯市長就是說柯主席 他有沒有辦法想像到未來台灣由民進黨新潮流系 一派系所掌控 主導吞死 甚至蠶食驚吞的這樣子的一個悲慘的世界 他能夠接受嗎 如果他不能夠接受 不希望台灣民眾淪入民進黨一黨一派的這樣這種荼毒的話 他必須要做出一個正確的犯 不要再受到身旁這種自私自利 甚至心虛的這些幕僚的蒙蔽 勇敢的來面對台灣 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的民眾的這種 呼籲喔 來與我們共同合作 促成這個台灣的第三波民族改革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 一個真正有勇氣有魄力 有遠見的政治家所應該做的事情 現在外界認為說如果藍白河破局的話 那作為主戰派的珊珊總幹事 會不會是歷史罪人 那請問珊珊的看法 各位我是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 一路以來我的角色就是這個團隊 我必須為團隊承擔最大的責任 還有任務還有壓力 我們的任務沒有別的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 還有守護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 我們要跟他一起迎回這個國家 迎向一下屬於台灣的美好未來 這個過程裡面我也看到很多國民黨發言人 其實我難過 我們大家不是在合作嗎 我們不是最大的敵人是賴清德嗎 從當天晚上我們在裡面沒有共識 他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破局你們就是最大的罪人 在此之前11月14號以後 金普聰跟我見面完了以後 不管我們有沒有什麼共識 大家可以繼續的去尋找共識 可是他們的發言人叫做黃子哲 每天上culling節目就說 民眾黨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聽過這句話已經聽過一兩個月了 我都沒有說話 我希望我們是要合作的 我沒有說話並不等於我認同 但是如果大家是要合作 你如果認為民眾黨的人這麼壞 柯文哲這麼沒有誠信 你們為什麼每天還要來找他合作呢 你說國民黨如果下面的同仁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盟友 這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更何況我看到他們很多講了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在崇禎24年 我有沒有誠信大家已經很清楚 第二個現在用其他的方式來攻擊我個人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在盟友之裡 裡面互相找敵人 互相怪罪 這不是一個合作的方法 講我是罪人不會改變這個民調的結果 這個結果不是黃珊珊製造的 這個數字也不是我編的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數字 這是一個大家灘在陽光下 今天大家看到的數字 黃珊珊可以改變這些數字 所以當天我也很希望能夠彈劾 我給他們的任務是 如果沒有爭議 回來第二天繼續討論 我沒有要他們 我只是希望你們不要簽定一個 不合理的文字 當天的文字我再說明一下 為什麼當天我們沒有簽定 第一個內容有所偏頗 他的文字是這樣子的 三位專家若依照統計誤差計算 猴科是5比1 民眾黨認為統計誤差就是3% 這些話我們沒有辦法簽名 第一個三位專家若依照統計誤差計算 猴科5比1 請問哪一位總幹事可以指示他們簽名 所以我不簽名的原因是 這不符合我們的認知跟立場 這不是黃珊珊個人的事 這是國家大事 這是拿出來第二天能不能夠面對媒體 能不能夠面對支持者 能不能夠說服全台灣的民眾 要把我講成罪人很簡單 讓賴清德當選才是真正的罪人 需要給你 要不要阿 如果我們不會選擇 或討論 會不會選擇 由總幹事 要保持平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